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5日 星期日 這一節先跟大家說說國情新聞 這一節要說的是大陸的樓市 不過不是整個 中國大陸港 而是北京 話說北京有個名校區 竟然就是暴跌 這個區內的樓盤價格 價格 在兩個月裏面竟然直插200萬 人民幣 一點也不是小的數目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一層 香港的樓盤跌200萬 可能比例上也不算多 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 跌200萬絕對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簡直就是暴跌 到底北京發生了甚麼事 這節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記得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雖然我們現在 星期二日報就是繼續用來做後備 沒有節目就放上星期二日報 但是請大家訂閱的時候就訂閱了星期二日報 萬一有甚麼事的時候呢 或是盈利再開啟的時候 我們就會繼續使用星期二日報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集中火力 把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和無限loop大發 加上加速播放 放在 星期二日報 繼續好好利用免費模式 接下來 9月份 到9月尾 接著就是10月1日 大家記得10月1日是甚麼日子 當然了 這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慶 辣慶慶慶 我們 會積極考慮這次10月1日會考慮出席示威活動 現在就是計劃中 為甚麼會選擇11 其他人好像沒有去 又沒有吹雞呢 因為11的意思不同 11對準著中共 就是你要慶祝 我們就是幫你來贈慶 所以意義上有一點點分別 這就是計劃中 我們稍後再公佈 話說內地就是 內地就是繼續禁止炒作 這就是學區房 換句話說就是 所謂教學區的房屋 不允許炒作 真的很好笑 其實你現在不是不允許炒作 你現在是不允許沽售 還說不允許炒作 很好笑的 中國大陸 故意 扮成說不允許炒作 好像房子還可以升 實際上房子 跌到媽媽也不認得 成交癱瘓 有價沒有市 沒有得賣 拿著貨就麻煩你拿到尾了 不允許沽售 他還好意思跟你說 嚴禁炒作 炒作 好像 繼續老點 市民以為樓價還可以繼續升 樓價可能會升 但你沒得沽 那麼升來有甚麼用呢 告訴你 股市騰訊100元會升到250元 不過這段時間 就是不允許沽售的 只有跌穿100元的時候才可以沽售 那我炒來幹甚麼呢 北京又推出這個 學區調劑政策 怎樣調劑呢 只是調節樓價而已 不是調劑的情趣 導致多個 學區的房價 出現大幅下跌 北京最頂尖的學區就是德勝學區 房價在兩個月 之內 就已經跌了 200多萬人民幣 令到大量的家長嚇到 沒有人敢接貨 原本可能 以為還可以升 還打算 繼續入貨 誰知道看到這樣的情況 兩個月 那麼短時間 竟然跌了200萬人民幣 即時令到北京 天價學區 那個成交量 以及 樓市 嚴重崩潰 根據《終身經緯》的報導 德勝學區 有這間 肉場小學 西斯富小 五路通小學 這些 全部都是優質的小學 以及中學 所以這個地方受到 北京的家長追捧 中國大陸現在 訓練到跟香港差不多了 訓練了一大群藍絲出來 繼續追逐這些名利的東西 以為名校畢業是有好處的 其實香港也不乏很多人追捧這些東西 大家說這些東西正不正確 真的也很難說 當社會供應這些出路 指標的時候 價值觀就會到了這裏 追求這些名校 代表是好 為了一個 小朋友 將來的發展 我不知道一個小朋友將來的發展 不讀名校有多差 但是我們就見證著很多那些 讀完名校出來的人 就是不倫不類 甚至乎就成為那些學生的父類 覺得自己因為名校畢業 覺得更加自己應該要在那個 社會 社會上 就要有一番作為 當那樣東西 達不到目標的時候 往往反而更加令到那些 名校畢業生更加容易 陷入一個 人生 覺得陷入一個失敗的困境 所以 起步門檻高了 有一段時間經常說贏在起跑線 其實對於那個運動員來說 他覺得起跑線明明是 拉前了很多 換句話說有大量的優勢 竟然被人 後來追上 其實對於那個 選手來說 構成那個心理壓力 以及那個心理的創傷 其實比正常的起跑線更大 即是沒有人會覺得自己在一個讓賽的情況下 競爭 還要被人追回 會覺得 沒有受打擊 一定會受到 很大程度的心理打擊 所以你一句問我 入名校當然大家都知道有好處 但是是不是真的對那個人來說 真的會保證 你花費了大量的金錢 去追捧了名校 讀完名校畢業 是不是代表那個人真的就會成功 又是不是代表不讀名校的人就真的 不成功 這個留給大家自己去想想 現在我也很肯定告訴大家 香港人 如果你自稱香港人 不應該再有這些價值觀 這一刻 你嚴格來說 你連國家也滅亡了 我們現在是亡國奴 其實現在除了復國 基本上沒有其他事情要做 當然啦 你讀完名校 讀完高等教育 有一番創建 有一番成就 你再去貢獻這個香港 香港民族 香港這個國家 也是沒有錯的 不過 假如如果這樣的人不夠多 其實我們 就是沒有機會成功了 不差太遠了 其實也差得太遠了 繼續說回北京 樓盤崩潰 德聖學區的房產經紀人叫做李騰 這是化名來的 差不多兩個月時間裏面 德聖學區的樓價跌了150萬至200萬 一居 兩居 三居 也跌了那麼多 例如這個 德聖學區一居室 應該是說一房 兩房 三房 之前也能夠賣到880萬 至950萬 說真的 相當昂貴 現在 跌到六百多萬 大概是700萬 換句話說 足足跌了200萬 之前兩房的單位能夠賣到950萬 至1050萬 現在跌到800萬 至850萬 換句話說 跌了差不多接近200萬 好像香港一樣 本來就是那些一房單位 搶著 去買的 但是 現在的情況 就有所分別了 一個一歲的孩子的母親一直留意著北京學區的房價 一直留意著北京學區的房價 就是 其他地區 例如西城和海澱的價格已經相當高了 雖然手上有錢 但一直沒有出手去買 到了今年7月 德聖學區 政策有所調動 部份的學生就被調去其他學區 令到他買樓更加 擔憂 恐怕會踩地雷 不用擔心 其實現在 在中國大陸買樓 保證他們會踩地雷 中國大陸 大家有沒有看新聞的嗎 共產黨現在要發威 要回歸這個紅色 他們現在要消滅資本 你們竟然在炒樓 你們竟然在炒樓 還不死 樓不是拿來炒的嘛 習近平說 實際上我們也覺得 樓本來不是拿來炒的 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世界 到最後樓房那麼值錢 可能因為人多 但是 地更加多 大家真是 認真想一下這個問題 你在 不要說一千年那麼遠 你在一兩百年之前 樓房有沒有可能像現在那樣呢 在以往的封建年代 就是 地 被權貴壟斷了 用來剝削下面的人 到了新時代 不是用地 這次用地產 也是地 不過是地產 繼續圈著我們一群普通的市民 藝民 甚至乎 農民 農奴 利用地產 圈著你們 你幫他發財 換句話說 我們跟舊世界沒有分別 其實我們覺得自己是新時代人 實際上我們在做的就是跟我們讀的歷史裏面 那些農奴 和奴隸其實差不多 中國大陸裏面就更加可悲了 因為他們 少許的制度保障也沒有 即是在內地 一個完全沒有人權的地方 你隨時被消失也行 基本上就是人命 人簡直就變了跟禽獸也沒有分別 完全被人當成是畜生 來到今天 到了2021年9月份 竟然現在還有一大堆 人打算去買房子 中國大陸的經濟 其實擺明就是向崩潰的方向進發 你可以想像一下到底這班人其實是多麼避蒙在鼓慮 多麼愚蠢 我相信他們不是被這個共產黨 割到整副身家沒有了 他們也不知道情況是那麼嚴重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北京樓盤 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講下的話題 再有新消息 再跟大家分享 這一節講到這裡 拜拜